他專長於微軟的Solution DrawScript的前後端技術以及軟體開發的流程 他今天要分享的題目是 Open Source的DevLab工具箱 DevLab是近年來非常火紅的話題 藉由結合軟體開發跟ID的領域這兩個領域 讓軟體開發以及交付的流程能夠更有效率 今天這場他將分享如何應用DevLab的精神跟工具 來幫助Open Source專案的開發 讓我們掌聲來歡迎陳曉鳳 喂 大家好 我是曉鳳 在開始前先跟大家同步聊天事情 第一個就是我已經把今天的簡報檔放到Headpad上 所以如果就是所有工具像工具的名稱 都在Headpad上的簡報檔裡面可以找到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我們附近兩個人都可以撒櫻花 所以我們有工具工具的名字有的 然後大家可以專心的抓神奇寡貝 好 那我先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陳曉鳳 其實大家都叫陳曉鳳 然後我本名叫陳鋒一 然後我是Microsoft的MVP 然後偶爾會在一些社群在任講師 但是這不重要 好 重要的是今天的內容 那我們先來說明一下 我們的故事是從這邊開始的 今天我們所有的主題都會圍繞在Github上面 那因為Github是一個 我們Open Source都會放在上面 在場工程師應該蠻多的 應該大家都聽過Github 有沒有聽過Github的人嗎 好 應該沒有 那為了擔心有一些不是工程師的朋友 所以我們還是特別介紹一下 那什麼是Github呢 Github就是我們全世界最大的 工程師交流網站 不好意思 這邊有一間比物 應該是交流網站 不是交流網站 那它主要用來的東西 它是為了開放原始碼 然後開放給全世界所有的工程師 可以協同合作 舉辦你自己的專案放在上面 但是呢 如果你只有這樣子的話 你就太小看Github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甚至說 你不只是把程式碼放上面 如果你要發席帖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你要來發席帖 對 所以一定還有很多 大家沒想到的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盡量留意 發揮自己的想像力 那為什麼我們講到Github 或講到Open Source 會需要Bate Apps這種東西呢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什麼叫所謂的Bate Apps 那顧名思義嘛 Day Apps就是 Development開發和Operation 這兩字組合而成 那其實大家可能也會聽過很多 關於Day Apps的說法 比如說就是開發加上微韻啊 或是我跑一些自動畫Script 寫一些自動畫機器人 那可能是Day Apps的一種 那甚至是我可以快速的 把我的環境部署到雲端上 或是部署到開發環境 測試環境 那甚至是說 我導入一些敏捷開發 我們公司有用Combone這樣的 flow來走我們的開發流程 然後或是說 我們的功能上線的時候 可以透過一些開關 來動態對使用者做APP Testing 那甚至現在是很流行的 Infraize Code這種東西 用我們的Jason檔 或用我們的程式碼 建設環境 那你說哪一個是Day Apps 其實這些每一個都是Day Apps 但是每一個又可以說 都不全是Day Apps 因為其實Day Apps 它算是一種很廣益的定義 那如果有一些人 他會更說 Day Apps其實是一種文化 因為它代表著說 我們一個開發團隊 有我們的開發伙伴 還有我們的CI 我們的Walking Flow 我們的單元測試和寫Co Cowork的流程 甚至是我們如何去尋找 我們產品的方向 然後有現在很流行一些 User story mapping的東西 這些其實都算是 在Day Apps這個大選圈裡面 所包含的項目 所以可以說它包含了 我們在軟體開發專案之中 開發和回運的部分 然後工程師與工程師之間 協同合作的部分 甚至是我們整個公司 或是開放程式碼 大家協同合作的工作流程 然後我們怎麼樣讓這個產品 做得更好 持續改善 甚至是 我們希望可以找到這個使用者 這個產品 它的使用者 真正所希望這個產品 長成的樣子 然後它的走向和它的規劃 或是說我們可以得到使用者的 會說 你這個open source project 在使用上根本不符合 大流量的使用 或是說在API太難呼叫之類的等等 那為什麼我們又會需要 來用什麼敏捷開發 什麼Extremium Programming 為什麼我們現在又會需要 一個Deathubs這樣的新名詞呢 那其實也是主要因為我們現在 技術變化越來越快速 就像上一堂課講的 我們可能每隔一年半 前端技術就會難兩倍之類的 或是變化太快速 然後甚至說我們現在專案的協同合作 人數越來越多 還有一點很重要 時間就是金錢 我們希望所有的成品可以快速一點 放在使用者的面前 或是說我們做的一些專案 可以趕快發行給我們所有的使用者 或是工程師去引用最新的Library 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 我們要符合當下的趨勢是什麼 那舉例來說好了 像是在比較 剛開始大家注重虛擬機的時候 那如果有用過Virtual Box 可能就會知道Bugger這個東西 它可以讓你所有虛擬機器的環境 都可以透過設定檔方式 那以後你要建立一台新機器 只要用同一個設定檔 它就可以去建立一組新的機器 然後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東西 非常的方便 然後這個東西也夯了一陣子 但是啊 過了可能也沒有幾年吧 就是所謂這個Docker的東西很空出事 對非常的吵 我們今天還有Docker的工作坊 大家應該有機會去參加一下 那在Docker之上大家就會想說 Docker這東西在開發和測試環境 真的超級好用 讓我們可以把它放到我們的 Production環境 那所以Google呢 它又做了一個叫做Kubernetes的東西 Kubernetes那雖然現在 Docker又出了一個Docker Swarm 某方面來講 可能跟Kubernetes有點類似 但是就變成說這種東西 產品越來越成熟 變化是非常的快速的 所以你很難預料說 在三個月之後 你還會不會看到這些名詞 因為可能有出一個超強的東西 他連機器都不用可以借許你機 之類的 就這樣這是一種境界 那其實你說穿啦 技術那麼多 我們有時候有必要追那麼緊 其實也是不一定啦 因為其實沒有對的 只有最適合你們自己的東西 那身為一個 2006年的工程師 我們就必須要做到 引爆變化 適應變化 所以大家都很努力的 在抓神奇寶貝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老闆會特別提到的東西 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降低我們的成本 因為我們要在 面對這些改變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才可以 快速的去適應這些環境 然後讓自己可以跟上這些技術 所以我們會需要一些 Docker的技術 所以讓我們了解目前開發者 或是使用者想要怎麼樣去用 我們的open source project 或是這些東西 然後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 其實工程師最在乎的就是說 我不希望花那麼一大堆時間 再有的沒的 我只想寫call 所以我希望可以傳注在開發之上 那 那 open source project 那想必在場大家都一定很了解 什麼是open source project 那它就是一個 我們可以說open source project 就是一個大家共同建置的一個產品 因為一個穩定 像是很多open source project 它甚至用在很多公司的 production環境之上 然後它可能也是我們 世界上最多人同時合作的專案 因為我翻了一下 Bithub上的專案數量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Folk 已經是15萬多 那應該沒有更多的 這應該是目前最多的Folk數 所以你發現這個數量很近了 因為一般公司要有幾千人 但是open source project 可以Folk到15萬 那在這麼多人的 合作的專案之下呢 你就會發現你的流程 會變得很重要 那所以Github才會有那些 除了Git 本身是一個非常好的分散式 版本控制系統之外呢 它還有一些機制 來幫助你讓很多的人 可以共同協同去開發 像是ProRequest 然後你可以透過ProRequest 去很輕鬆做到 針對一些邏輯的 co-review啊 修改討論啊 這些東西 更甚至是說 如果你們這一個 open source project 有preferred的開發流程 還可以寫一些contribution guide 讓大家把這個邏輯 然後去共同開發 這個open source project 好 講了 前面很多 很學的東西 那最重要的也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開始 其實如果我們用 Dayhouse精神來看 open source project 的話我們可以 概括的分為四個階段 主要第一個就是計畫 然後再來是開發和測試 然後發行 比如說我們每當完成一個版本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release新的 不管是package 或是網站 然後這樣可以動 我們發行的版本 發行給其他的公司 或其他的開發人員使用之後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他那邊 得到一些feedback來 讓我們的產品做得更好 那在每一個範疊 其實又會有很多的小項目 像是說 我們在planning的時候 可能必須要考慮說 這個project 使用者在使用上 是不是有發一些issue給我們啊 或是說使用者的feedback 他覺得 他的公司在應用某些前進的時候 我們提供的這些open source project 可能沒有考慮過之類的 或是新功能的想法 然後你要開發測試的時候 你可能要考慮說 你要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那核心的功能是什麼 比如說想要寫一個超強的ORM 然後要同時可以跑在Windows跟Mac上 那聽起來就超難的 那就是我們產品的roadmap啊 或是發財方向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在寫call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考慮的 那或是說呢 像是我們要一個產品 要讓人家open source project 要讓人願意使用的話 你可能就必須要去寫一些 單元測試啊 整個測試這些東西 因為大家才會對你的東西 有信心嘛 那或是說你要搭配call review 機制啊 或是重視你程式嗎 那種課題這種東西 還有怎麼樣去讓這麼多的工程師 可以一起在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上去溝通和討論 那甚至是說 最後要做耐力build 或是發行版本 然後你可能要去做全區log啊 或是寫說明文件 這麼這麼多的事情 其實是你做一個open source 所需要考慮的面向 對 所以呢我想聽到這邊 大家應該也頭昏了 所以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我只想要寫call嘛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才可以讓工程師可以鑽心 就是寫 怎麼樣才可以寫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寫你自己想要寫的call 不需要煩惱那麼多熟悉的事情 就是我們今天想要達成的目的 讓所有的開發人員 他不需要懂那麼多domain know how 那他可能只要follow你的規則 他就可以 他只要負責寫call 然後寫好call送pr 就可以去完成參與你的open source專案 然後重複的事情呢 你就交給自動化工具 然後你只需要會使用github 然後會寫 會寫程式嘛 就夠了 不需要了解什麼 那麼多planning 還要寫文件 還要寫文件 那甚至就是說 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很輕鬆的去參與你 不用會那麼多東西 那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說 不用自己裝低器 這也是我們的精神嘛 因為如果你是做open source project 就要善用現在很多的sars5更正的東西 那其實我們稍微把剛剛 所謂day apps提到的專案工作 來看的話呢 我們會發現說 一個開發人他可能會需要做這些事情 比如說像寫call 寫測試 寫文件 然後甚至是每一個版本要發現的時候 你要去包package 然後可能丟到npm上 之類的東西 這是我們要做的 但是你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都花在這上面的話 那我誰來寫call 對不對 所以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希望可以稍微改一下我們的流程 讓它變成是這樣子 欸 看起來好多了 我們是不是只要寫call 看看人家的pr 這樣就好 那剩下的啊 不管是你的測試啊 cuality啊 或是寫文件 或是包package 這些事情 我們就交給CI7自動去處理 就好了 那其他的事情 我們都不需要去煩惱 那所以我們就來看看說 我們要怎樣透過一些 open source的datus工具 來達到這些 達到這一些 理想的流程 我們可以直接專注在寫call上 那我們就從計畫上面開始好了 那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要開一個github project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必須要先做 就是必須要想一個很酷的專案名稱 就像你做鋼鐵的人 也要想一個名字啊 對不對 然後呢 最常見的情況是什麼 就跟取變數名稱一樣 想不出來 所以我就沒有開始 好 謝謝大家 但是不用太擔心喔 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知道大家都會查冠卡很久 但是其實github有一個超強大的功能 就是他可以改名字 所以你可以先隨便取一個 甚至你用日期取都可以 因為之後還可以改 但你做完也有一定敢再改回來也沒關係 所以其實與其說 如果說煩惱是不想名字 就是不如先把你最想要分享給大家的那些事情 先開一個新的專案 然後找出你想要 比如說我就是一個超麻煩功能 每次都重寫 然後就先把那個function包起來 丟到hacky上 那大家就可以用 這樣就算是一個專案了 那如果你還有更多靈感 甚至是你可以把這些idea 就像是靈感收集想要先收集起來 然後你只要先專注 把自己第一個功能先寫好 然後也不要奢求說 唉 我要寫一個dark 對 要用來幹掉dark 那有時候不一定要那麼複雜 我可能先寫一個 可以簡單的虛擬機 或者他的怎麼樣 可以快速建立虛擬機的東西 開始 不要想太大部分 然後呢 我們剩下這些零件 我們其實都可以透過 Github的issue tracking 來去管理我們目前的idea 比如說沒有一些enhancement 或是task的東西 加上rtag 其實還蠻夠實用的 但是如果你希望說 這年頭如果寫程式 沒有runk的敏捷開發 感覺就low掉了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做 其實有另外一個 很好用的工具 叫做RankHub 那他的核心精神是什麼 剛剛看到那些不夠用的issue 他可以一秒邊看吧 他可以一秒邊看吧 所以發現說 我本來那些只有test的東西 我甚至還可以看到他 是不是 到底是開始做了呢 還是已經做完等待review 等等的狀態 他都換你加上去 這是你可以用一個 類似combine system的東西 來幫助你去 很快速的釐清 現在要focus點是什麼 那甚至是他還支援milestone 或是一些過濾功能 讓你可以很方便做一些 敏捷開發的管理 那他更有好處的一點是說 你想要在github使用這個東西 你只要有使用 viofax for chrome的extension就可以了 你甚至不需要 安裝任何的callstone軟體 因為他會把一個 trash grid page到你的github上 你就可以讓甚至原本 沒有支援看板的github 當然就支援github 就支援敏捷開發 然後是為敏捷開發而設計的 所以他特別容易的去管理你的問題和功能 那甚至說你希望管理你的idea的話 那也方便你去規劃的進度 或是收一些milestone 或是一些版本的log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觀察一下 你開發的成效的話呢 你甚至還可以去看 bundumchart這種東西 比如說在這個sprint當中 你預期要做了多少 那實際做的東西是多少 然後如果你喜歡用一些 GTT工具的話 他也把一些議題 回到自己的去 夾到一些to do list的方面 那甚至是說 如果原本github 其實如果你有一個比較大的項目 那他還是有epic的功能 幫你把這個複雜的功能去做拆解 所以就可以看到說 他除了一張母票之外 他也開支票 所以這東西就會非常的方便 當你希望可以在做之前 就把功能拆得細一點的時候 他可以支援做到這些東西 好我們這邊demo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工具 不然我們開錯 還要神奇寶貝 好我們現在這就是一開始一般的github專案 那其實如果你要使用這東西的話 你就只需要去安裝 一個github的extension 他叫做lamp hub 我這邊才沒有開的 然後開完之後 如果你重新整理你的github專案 你就會發現說 他會多了很多功能 像是把這個issue的東西呢 那他現在沒有狀態 你也不能判別說 他是在開發中 還是真的還沒有開發 那他多了一個kabang 你就可以馬上把你的issue 變成這種system 然後可以去拖拉什麼的 那甚至說 如果你希望看burndownchart 這邊也有 然後你可以去tmlstone 看哪一個bubben 你做的東西是 進度是如何之類的 甚至可以設定一些日期 然後或是說 你可以去把一些task 加到你的土度裡面去 到你有節奏的去完成一些工作項目 那這一套工具 他其實對open source的專案 都是免費的 所以非常的方便 大家也可以考慮 開始用這種東西來 把自己的idea收集起來 然後慢慢去實現這些項目 所以我們可以回頭看 所以回過頭來看一下 我們在planning部分 所希望做到的是什麼 就是與我們比起 比起卡住的狀態 比起卡住的狀態 會更好 好嗎 是我們就直接動手 實現我們的第一個想法 就算不是很好 至少我們有把這個功能 開始分享給大家 然後我們才會得到大家的reback 然後才會讓我們的方向更明確 甚至是做出更好的東西 然後去設定我們的目標 比如說我們想要的功能有哪些 我們就先把它收集起來 我們就算沒有馬上完成 至少也會有一些紀錄 或是一些方向 然後我們只要follow這些方向 或是follow一些我們所得到的feedback 再去慢慢修正我們的open source 再來就可以做出一份 大家會比較喜歡的軟體 再來就是進到重頭戲 開始寫扣的部分 那像是多人開發 其實會遇到很多問題 那其實最重要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其實看不懂 大神寫得太強 我都看不懂 或是說很多人開發 大家的寫扣習慣不一樣 那會不會造成說我們的品質不穩定 甚至說有一些安全性的風險 這種東西 它其實都是對我們專案來講 是一種風險 所以我們希望說 可以讓我們專案在協同開發之上 會更friendly一點 那這是一般 像我們這是一個計算機的商業邏輯 和它的測試程式 那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東西密密麻麻了 你光看到就會頭很痛 你也不想要 也不希望說 可能會需要花很多時間看 看我在幹什麼 這是一般的問題 那裡面知識故意放很小 所以不用特別去看清楚那些什麼 但是其實我們遇到這種問題 我們可以考慮換另外一種工具看看 像現在很流行的所謂BDD 那什麼是BDD 那其實就是行為驅動開發 那最顯著的差異就是 它測試程式可以用口語的方法 來寫測試程式 那這樣講可能會很玄 大家就不知道在說什麼 但是你看 就算大家會的語言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東西大家都看得懂 對不對 因為它可以讓你用 直接用你所熟悉的語言 不管是英文 甚至是中文 其實我還蠻喜歡用中文寫程式的 對所以它就是 上面可以只用中文 去把你所要做的事情描述出來 那它其實是一種 可以用來寫test case的方式 那更甚至來說 我們如果用這種方法 BDD方法來開發 用這種東西來寫我們的spec 寫測試的話 它甚至可以搭配 一套叫做picos的工具 來幫助直接把我們的測試程式 轉換成文件 主要的就是說 我們不需要再寫說明文件 我們只要把測試寫好 那它就會自動把這東西 轉成一個好用的website 或是pdf 或是word 但只有目前只有一個小小的缺點是說 它目前是Windows用 不過 已經可以在Mac上跑了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這件事情 那或是說 最折衷的方法就是 我們只要有一台Windows 怎麼訊 來跑就可以了 那它支援非常多的格式 甚至是你可以在你的測試程式裡面寫馬檔 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甚至說我們可以把我們這個 用這個東西做好的東西呢 直接把我們的代言測試 或是整合測試 然後發布到pdf page 那我們就不用再另外寫我們的說明網頁 因為這就是你的說明網頁 它可以直接去產出 可流帶的網站 然後我剛剛說過 它有資源很多種不同的格式 像是html word 或是excel 那如果你老闆特別喜歡看word的話 你會說 因為我們的產出 就是一個word 還不用另外寫文件 那或是說 你希望把這個word檔 直接放在你的dhub上 分享給其他的開發者看的話 你也可以做一個下載連結 讓東西變成一個可下載的開發文件 它做到的事情比較多測試級文件 所以我們看到說 右上角黑黑的test case 它可以直接搖身一點 變成一個很fancy的網站 然後 我們甚至還可以做到說 我們不需要手動去跑這個script 把我們的單元測試 變成文件 因為它可以透過CCCI的工具 在合併回Master的時候自動產生 然後你合併回Master的時候 它就自動透過GitHub 破屬到GitHub page 然後甚至是使用說明搭配講解 然後讓程式碼保持同步 因為它剛剛看到的那些文件 其實都是你的測試案例 所以呢 最理想狀況是說 我寫好了一個新功能 然後我用剛剛所謂框框Burr方法 然後寫好我的測試程式 然後我找一圈聽到GitHub CI Server就會去build這個code 然後跑你的建制 然後用剛剛寫的那個文件的方法 去跑你的單元測試 然後甚至是自動更新你的文件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像真實的Sample會長得像是什麼樣子 那 在場有人會寫C-Shop的嗎 喔 好像沒有很多 不過沒關係 因為我們的目的就是 不會寫C-Shop的人也看得懂 那這是一個C-Shop的Test Place 那想必大家看的東西就會非常花時間 你會覺得不容易理解 但是呢 因為是用框框Burr方式寫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我需要寫的東西 它是像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C-Shop它的機制 就是可以把這樣的文件 對應到背後的測試程式碼 所以你在看CALL的時候 其實你只需要看完這一份東西 你就知道測試程式碼在寫什麼 然後甚至是你還可以上面 補一些Lockdown的使用說明 那為了證明 不是猴然 這是假的 所以我可以實際上跑一個測試 那它就會真的 真的去把你那個看起來像文件的一個一個使用情境 跑單元測試 然後正確去修律等 這樣子 然後這種東西我剛剛說要產生文件 所以你可以看 在我們的Github網站上呢 我實在用它在check-in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去跑 自動去跑那個把文件轉成Document 所以我這些連結 它就會自動連結到我的TestCase 像我們剛剛看到TestCase 它就會轉成像是這種格式的網頁 那你發現它其實跟很多的使用說明有點像 比如說我的 這是提供給誰所使用 那我的使用方法每個State是什麼 那我的每一個scenario 都是用非常漂亮的文件方法寫在下面 所以我就是有效的利用 我不需要再額外花時間去寫這些文件 我們只要透過The BDD方式寫的測試 就可以轉成這樣的使用文件 那甚至Github配件都不需要手動去做 因為它都是CI Server幫我們做完的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TalmysLock 全部都是透過CI Server去Build的 那非常的方便 它的好處就是說 讓我們可以只需要專注在寫控 寫測試剩下CI Server都會保定 那寫完測試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來看下一個東西 就是有的程式有的測試 那下一步是什麼 我們可能必須要考慮我們code quality 那code quality 其實現在很流行有很多工具 那如果有寫Jawscript 可能就會像是有JsLint esLint 甚至CSSLint 這種就是程式碼規則的檢查 然後或是說我們有一些 Huverage Tool 可以去產生你的測試和概率保養 然後甚至說 如果你知道水毛球池 希望你安全性問題 都可以在你程式碼裡面找到的話呢 甚至像是CocoMX CMEM 或是STELCOM 這種東西都可以去幫忙掃描 你的程式碼品質 但是你也知道嗎 看到這麼多工具 大家都累了 對 所以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們不想學那麼多套 我們只希望學一套就好 所以我跟大家介紹另外一套 專門做程式碼品質的工具 那它也是一套 open source project 它叫做sonacube 它是用Java寫的 但是它支援JavaScript Cshop Geoland 甚至是很多很多的語言 大家可以在他們的官方網站去考 那它 這套軟體的主要目的呢 它就是希望可以替你提供一份 軟體品質的見解報告 然後它是一個 所有人都可以輕易看得懂的 那你知道嗎 我們其實最早也寫報告的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 直接做一份完整報告 你也不需要花時間去做 然後把這個東西 直接給你所有協同開發的夥伴一起看 那大家直接來這上面看 就可以知道說 欸 我目前開發的專案 它的code quality有沒有問題 是不是有一些 設計不是很好的地方 或甚至是呢 是不是有一些基數債務 它可以把所謂的基數債務 變成一個很量化 量化到什麼程度呢 那非常殘酷 因為它會連你 大概的話要花多就 繡好的鞋在上面去 對 不過這應該有灌水啦 因為你看移除一個 empty statement 就要花兩分鐘 想必現場的大概應該三 它只要花十秒鐘吧 對 但是這是一個不錯的指標 就可以幫助我們 理解說 那這是一個大家共同打造的產品 是不是有一些潛在的東西 我們需要去 機師把它修復 大家可以用這些東西來做考量 然後甚至說 如果你覺得 你看不懂它的意思是什麼 你只要點進去 它會有更詳細 跟你說 欸為什麼不能這樣做 那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會有一份詳細的說明文件 那如果你希望可以讓你的 程式 open source project depoit出去package 都可以是 測試涵蓋率可以到100% 那再也有提供你call card tool 甚至寫亮紅線 顯示說哪邊沒有測到 哪邊測試程式沒有測到 那哪邊是目前已經測到的 那更甚至是說 它還可以幫你做call review 那你大家也知道吧 有些人他可能一次call review 就是50個commits 那你光看call就累了啊 怎麼可能還有細節 有辦法慢慢給你去看 但是用這種call card tool 最大的好處是說 在所有工程師看之前 他甚至就可以幫你把 有問題的地方標出來 像是比如說 他宣告了一個沒有使用的東西 他就先幫你挑出來 或是說他有不符合你guine 他也幫你挑出來 而且還直接回到PR上 你可能不需要自己花時間去看 所以等於說 你只要PR看到打叉叉 就先不用看了 因為call card tool 已經先幫你做到 對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那這些東西 在我們 專案簡報最後都有reference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沒有看到 那我這邊有特別做了一個掃描的PR 所以就是打開PR 看到X就不用看 對 那如果你是不小心 這個X是你的 那你就只需要滑下來看一看 你只要發了PR 那他就會透過CIS Server去跑 跨地圖 然後直接跟你說 你哪些地方要改 然後你不知道怎麼改 沒關係 他把怎麼改 連結給你了 甚至還有完整的說明文件 真的非常感人 對 因為你叫別人寫這東西 別人都不會寫 然後像哪一行有什麼問題 他還是會標註給你 然後 要等到你全部改過之後 你的跨地 Check才會變成綠色的 勾光 那這時候 我們再 再讓其他的開發者 來幫我們看這個PR就好 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在 在一些比較Routine的檢查上面 好 那其實講開發跟測試 最大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不希望讓測試 變成原本自己的負擔 因為為了寫測試 而寫測試 或是測試才該原號 甚至說我們希望 讓我們寫代元測試 有更多的價值 比如說可以用BDD的Style 讓我寫代元測試的時候 甚至是同時寫我的說明文件 然後甚至是讓下一個人 可以更快的了解說 你的程式到底在寫什麼 因為光看你的測試案例 就理解你這一支程式 做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還就是說 雖然大家都很討厭做健康檢查 喝一堆紅燈 但是對 如果對那種有完美主義的人來講 最反而是一個很好的空虛 因為你可以在 事情變壞之前 你就知道說 我有什麼多 在哪邊有安全性風險 或是有些Coding Style的問題 我可以及早發現 然後甚至在PR就把它擋住 不要讓它 不要讓它改壞我們的程式 甚至在Open Source Project 這麼多人同事 合作專案 你有這個工具 甚至不需要人力去介入 就可以讓你每個PR 都是Follow 你們主要Maintenant的開發邏輯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工具 所以大家可以去研究看看這些東西 再來就是說 發行最起碼的這件事情 那你知道如果我們每次做Open Source Project 都要自己去Build Code 或是自己去Ball Package 自己丟到NPM 或是自己丟到GEM上面都很麻煩 所以當然我們如果Open Source 我們就會搭配去使用CI Server 那CI Server它其實就是一個持續整個伺服器 它可以幫助你去做 建置Call和顯示去跑測試 因為有些測試在本機跑可能會很久 那就像剛剛的Sona Cube 我也把它放在CI Server上面去跑 那更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我希望可以在第一時間 比如有人Chain in的一個 跑測試會做程式 我希望可以第一時間 八線我就會透過CI Server去跑 然後甚至是很 你如果不想做工作 就往CI Server上丟就好了 對 但是如果 抓到核光核會被鎖 對 所以像是產生文件啊 發行版本啊 程式碼檢查啊 事件通知 這些你都可以留在CI Server上去 那如果你的專案是Linux Space 那其實大家可以考慮Travis CI 那或是其實有一些像是 比較流行的像是Circle CI 或是現在蠻多的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如果你是希望在Windows平台的話 剛好你可以用這個 Fvair這一個CI 它是專門for Windows平台的 所以甚至是你不需要有Windows機器 你就可以在Windows上跑一些測試 那你的程式是不是支援Windows平台 這些Open Source的CI服務器都做到 然後現在Open Source服務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就是說 它我們會希望說 讓我們的建置設計也是可以做 可以以前用最早的Jenkins 你必須要開網頁去設定 這些東西比較不一樣的事 現在比較流行用所謂的YAML YML去做你的設定檔案 讓建置設定可以做擔控 甚至可以避免說 如果我加了一台Jenkins Server 它壞掉的時候 我要重新再填很多資料 或是要去restore Jenkins的資料 非常麻煩 那乾脆就讓所有CI Server的這些設定 本來我們要一個一個填的東西呢 變成一個YAML的文件 變成這樣的設定檔 那設定檔你也不用找地方囤 因為就跟你的程式碼放一起就好了 它就是一個YAML格式 那再把你所要的view code script 或是step直接填在YAML裡面去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這東西check in到Github之後呢 那CI Server就不需要做什麼設定了 你就是說把它連結到 我想要用的open source CI Server上 你不需要在那個open source上 你只要跟他講其他網子 剩下事情他都自己會從那個YAML上帕 他知道什麼做 那甚至是有人改過view script 也會有Gate的歷程 那特別是說 我還喜歡就去搭配Gitflow這個東西 是因為它非常適合 產品的生命週期開發 那它會用幾個主要的branch 來代表目前我們每一個產品 在每一種階段的開發狀態 像我都會用master代表比較stable的版本 developer代表進行中的版本 那就會有一些common sense說 我不會直接開發master或是developer 而是說如果我要寫新功能 我就會一律開feature branch 然後所有要合併回developer的 我都會透過pr 然後搭配CI server 在合併回去之前 先跑單元測試整個測試 甚至是剛剛看到的code quality工具 確保說我們每一份潛入都是有效 而且沒有改換任何的東西 那如果我們直接拉圖來看的話 它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說 讓我們就算是pre-release的版本 那平常像是90 build或是pre-release版本 我們就會透過developer branch 來進行開發 那除非是你milestone完成 才會把那個pre-release版本 或90 build版本 和viport master 那如果你想要開任何新功能的時候呢 那我就會開一個新的feature branch 然後透過pro request的方法 先合併回developer 而且我合併回developer的時候 我就會把這些設定都透過CI server 或者自動去做單元測試 然後包package 然後丟到npm的pre-release 那你就可以直接看到pre-release 你都不用自己去包 那feature b也是一樣 那除非等到完成一個大的milestone之後 我就會加master加tag 然後CI server 我一發現你的bHub 多了一個tag 它就會根據你的tag 自動去發行正式的版本 非常方便 所以就只需要去follow gitflow 然後寫call 然後發平洋 剩下的事情都不用管 什麼call quality啊 測試啊 包package啊 後面都會做 所以只要跟大家說 怎麼樣用這套流程來開發 大家就不會把他做branch 那另外一題 大概就是說 我還會搭配一個叫 commiten的工具來寫 commitmessage 那它主要精神就是 統一 鑽寫commitmessage 空格 那為什麼要統一 鑽寫commitmessage 空格 那有一個非常重要 重要的因素是 因為可以自動產生change reload 因為大家也知道 BHub上很多專案 專案有了tag 然後也有release 但是裡面的change reload 都是空的 那身為一個良好的open source專案 我們希望可以自動透過 規範訪命message 然後就自動去產生 我們這一次專案release 或是pre-release 到底改了什麼東西 那才會吸引更多開發者 願意去用點東西 願意都會把東西寫清楚 但是其實我們 不需要做太多事情 只需要讓大家 用這一套 commitmessage工具 來鑽寫就好 那可以讓你每次 commitmessage更明確 因為它甚至是 你只要大 用這一套工具的時候 你只要用 Gizcommit 它就會直接讓你選說 欸你這一次 commit是寫feature 還是feetbox 還是說你只是寫文件啊 修改style 甚至是 修改viewscript 它都有選項讓你選 那你在寫commitmessage的第一 煩惱 就消失了 因為你可以先選 大概做什麼事情 然後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你commitmessage 都會follow同樣的一個format 然後呢 它可以直接按一個 npm的script 就跑成這樣 你看很多的精美 那重要的是 我們不需要自己寫 這才是重點 好 那這是在 Git 和commitmessage 部分 還有就是會提到 比較潮一點的東西 你知道嗎 就是badge 我們所有github專案 一定要有badge 那很多很多開發人 也會覺得 他有很多的badge 很喜歡去搜集這些東西 雖然我知道 大家現在比較喜歡 搜集這個東西 那什麼是badge呢 badge其實是你github的 專案狀態 因為其實很多人 你去一些github專案 你進他的首頁 然後看到bue fail 你就不會享用 對不對 他連bue都fail 你都不會對他有信心 所以甚至是更影響 狀態的是 你可以一進去之後 就看到他是bue passive 然後他的call coverage 是多少 然後像我這邊還有配合 sonar queue 所以他有technical depth 是0.1% 就代表說 我只有0.1%的call 是有一點點問題 然後點進去 還可以點到sonar queue 看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這麼重要 都非常的透明 甚至是我現在最新的正式版本 和pre-release版本 是多少 上面都有寫 那如果你要badge的目的是說 可以放在你的專案入口 讓你鎖真正care的數據 可以一目瞭然 然後同時其實也是 跟其他開發人員推廣 你看我的程式碼 都有寫單元測試 真的是100% 沒有後來 然後他也是technical depth 沒有什麼技術在乎 都有經過健康檢查 是優良 合格認證 之類的 然後所以他確保說 我們是一個建制通過 然後call coverage有過 然後甚至是我們可以直接看 我們最新版本是多少 你不用一直在那邊 對你的版本號 在你進專案的第一眼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綠色或是藍色 那如果你想要在你的專案上 加一個badge的話 可以參考這個github專案 它叫shills.io 它叫做 說穿的它就是badge大權 裡面可能有幾百個badge 各種線上追草的服務幾乎都有 那如果沒有的話 也不是問題 因為只要發pr去加就好了 對 那支援大部分的線上服務 然後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去貢獻 甚至支援去客製化 這樣你要很中央的話 也可以有什麼栽培等級戶 啊 英雄等級S 對不對 然後跟便人不一樣沒有問題 因為他只要改一些keyword 就可以輸出 超中央的badge 所以非常重要 它的目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可以 隨時確認專案的健康狀態 除了給自己看之外 甚至給更多開發人員看 那要跟大家說 我們是一個 非常健康的專案 都有寫測試 然後我們也有跑健康檢查 然後我們 甚至是我們說明環境 也是非常完整 雖然都是自動產生 但沒有關係 那我們也透過一些 give flow的工具 來直接關於我們的pre-release pre-release 90-build 甚至是master版本 然後透過一些commit message的tool 甚至我們連trange law都不用寫 它就會自動產生非常完整的trange law 當然 就是 英雄等級 不要攜帶專案層面去 那這是看我們 在我們的建置 或是發行這些單本的部分 我們會希望透過這些工具 來讓我們的專案 相對的更stable 那最後一個部分 其實也是Data精神 它跟一般不一樣 就是說 我們希望可以真的了解說 到底誰有在用這個open source專案 那它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希望我們能讓我們的功能更好用 更貼近使用者享用 甚至是不同的角度 比如說我們可能是做電商 但別人可能是做 其他服務 或是運燈服務 了解不同人的需求 然後找出真的 最多人希望的功能 或最多人需要 碰到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目的就是讓你的專案更好用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一些 類似user rights的工具 甚至一些 類似一些 community 或是 討論區的服務 那像很多open source專案 都選用google group 那你就可以幫你的 open source project 建立一個google group 那像是 這是匡匡的google group 那就很多人在上面去發問 回答問題 溝通和討論 那你也可以了解說 大家用你的專案的改想 或是到底查出它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如果你比較喜歡用slap 或是喜歡寫一些機器人 那現在沒有寫機器人 你就落魂 所以用人家寫機器人 你也考慮用gitter 它是一個可以跟github整合的聊天工具 然後它整個畫面看起來就會很像slap 所以可以直接在上面跟人家做一些專案方向的討論 或是你在用這個專案 遇到什麼問題 讓人家可以直接用類似聊天室的方法去發問 當然 我們github原本有的功能也是很重要 就是github issue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讓大家直接可以去發issue給你 然後去發說它遇到什麼問題 那更大好處是github現在support reaction 所以真的覺得 有什麼心情都可以直接上面去說 誒我希望有這個功能 或是說 還好這吧都能修完 對 那更重要的點是就是說 如果我們希望真正經營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的話 那就是遇到真的是有問題的地方 我們就要記得要修 不然 一年之後你可能會看到這個東西 有人在注你的issue是不是快拿 對 對 那身為一個 大家都是 那個身為一個 熱愛open source 我們會盡量避免這種的事情發生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說 我們希望可以吸收所有的使用經驗 去完成一個所謂 DayOps文化 或是敏捷開發精神的良好循環 完成這四個階段 然後透過我們介紹一些工具呢 去做到說 真正了解說 這專案是要給誰用 那大家使用的反應是什麼 到底好不好用 然後讓專案更好用 所以總結就是說呢 工具很好用 很多工具 但是我們也不要迷失在工具之內 然後我們要 就是熱愛開發 然後把自己擅長的call 就放T-Hub上去 分享給大家 然後讓大家也可以用開發的call 所以精神是比較重要的 那最後如果大家希望有一些reference 的話 那我今天demo的open source 專案 我放在GitHub上 那也放在HitHub上 然後還有一些GitHub上的tool 會把視頻連結附在上面 那這是我今天講的session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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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 大家